新年可以使我们更接近青春的源泉,证明我们并不孤单,而这还不是全部,在过去的一年里,突破改变了我们在最大尺度上看待和感受宇宙的方式,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如何操纵身体最微小的部分来医治自己,但是到2018年,在科学方面,2018年将是一个后续的一年,从打开新战线,缓和气候变化到接近电脑,这里有四个领域肯定会在未来12个月内推进, Test可以绘制值得检查生命迹象的地方,Test可以绘制值得检查生命迹象的地方,Mether看到